文武第一,武武第二,要说世界上最强大,最能打的武器有哪些? 各位可能都要重说分原刻书几件,但如果说到最贵的武器有哪些,相信一定会有个定论。 今天,我们就罗列出世界上最贵的那些武器,这其中有些大家已经非常熟悉,有些或许还不顺利了解。 我们且看看这些最贵的,是不是就是你心目中最好的? 1. 空军类,最贵的轰炸机,B2,这个答案已经老少皆知了。 1997年,首批6架B2轰炸机正式服役,一共只生产21架,按照官方的书法,每架B2造价为24亿美元,每小时飞行价格超过20万美元。 与其他现役轰炸机对比,B1B造价是2.8亿美元左右,B2在8千万美元,最贵的战斗机,F22,这个答案依旧没有悬念。 F22作为美军,自带机的王牌,一直都被赋予了许多的光环和传说。 今天一架F22的采购单价为1.5亿美元,但要注意的是这个1.5亿美元,仅是F22的威力成分,并没有加上研发成分。 2006年3月,一份官方报告中,出计F22项目,采购181架飞机的项目总成分为654亿美元,按次计算的干机项目单机成分为3.113亿美元。 也就是说,F22的每克重量成本比黄金还贵,最贵的运输机。 C17,由于俗联的解体,一些从价格上有望占据本放单的暗示飞机,没有亮相变腰斩了。 于是C173.36亿的价格,成为了世界上最贵的运输机。 C17是当机世界上唯一可以同时适应战略、战术任务的运输机, 也是美军军队快速反应的核心的聚之一。 作为波音公司旗下的产品,一架Z17的价格,可以买到所有的波音线款客机, 包括三架737到800型,或者一架顶配的787高时型客机了。 2.海军类,最贵的航母,美军福特级,福特级,又称CVN21未来航母计划。 CVN21Future Aircraft Carrier Program,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它的避格与众不凡。 的确,它拥有全新的许多设计与技术,如它可搭带电载机75架体上。 B7上一级别运运运资机航母,多出33%。 新型的合法应对178电能力,达到运运资机三倍。 50年的全售期内,无需更换客燃料运运运资机每13年更换一次。 这使得电磁弹射变成了现实,同时可以安装部署更多的,对电力依赖性较强的设备和武器,实现更大规模的自动化和现代化。 所以,首搜福特级的造价,也达到了惊人的130亿美元。 哪怕是后续的同级航母不断下水后,能平坦掉许多成本,每搜也将达到100亿美元左右。 最贵的驱逐舰,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,从这么刻画的造型上看,我们就知道它不会太便宜,按照官方的说法。 它的初步造价大约在45亿美金,后期有可能达到70亿美金以上。 严格来说,这样一搜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,还是有浓烈的实验成分,跟着排水量约1.5万吨,这种级别的排水量却耗费这样的价格。 主要是因为使用了过多的全新技术,包括隐身的舰体外型设计,全面推进装置和全新的雷达,发射装置。 另外其电子装备,武器系统的密度,远远高于普通驱逐舰。 从这个角度看,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,发展出来的后续军舰,应该还会继续成为最贵的驱逐舰。 最贵的潜艇,凯旋机和潜艇,这是本文里第一个非美国产的武器了。 法国的驱逐舰机和潜艇,其次艘平均造价达40亿美元,代表只有俄亥俄研制时,或百亿的成本可以相比了。 但俄亥俄级家族数量多,但品价格不如驱逐舰机。 目前,四艘凯旋机的核打击能力,占法国整个核力量的85%以上,因此是法国战略核打击力量的主要支柱。 在英国的最新的号称百亿的核潜艇向水之前,凯旋机一定会保持最贵核潜艇的称号。 三,陆军类,最贵的坦克,MEA-RCEP3主炸坦克。 MEA-RCEP3主炸坦克拿下最贵的坦克称号,应该还不足一年。 在它之前,最贵的坦克属于法国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,造价一千万美元。 但在去年,美国军方正式开始接受MEA-RCEP3最异坦克的第一批造价超过两千万美金每辆,直接超过就日的类主一倍。 作为美军主战坦克的最新版本,它的改动之大称之外MEA-RCEP3也不过分。 它拥有联合战术无线电系统和升级的火控、导航系统。 在提升状况感知度和精确度之余,还安装了弹药数据类系统,能有未来的120毫米,减轻多用处弹药搭配。 让炮弹迅速于防空,人员杀伤,破除障碍物等功能间切换。 最贵的步兵战车,德国每周是步兵战车,说到每周是步兵战车,有两个数字让人惊叹。 一个是部分型号,坎比主战坦克的43吨战斗权重,与我国96A坦克相当,一个是比主战坦克还贵的800万美金造价。 在国人看来,它的定位属于一个未来的武器平台,不管是在火力还是防护上,拥有极大的改变空间,可以规模性取代爆二坦克,胜任多样性的小规模战争需求。 因此,其目前位置最为亮眼的,除了价格就是机动性了。 最贵的步枪,FN2000,M94,号两种放在一起,是因为它二者的价格比较接近,尤其在装备不同的配件情况下,难以分数高下,而同时价格都高出了其他步枪好几个当次。 如M4卡并枪在800美元,AK47在500美元,但FN2000和M94最基本型的步枪,也在3000美元左右。 这其中,非常重要的原因,就是材料和工艺的选择。 M94外表大量太右玻璃纤维增强的巨星案,从脱笔向切直到浅墨坝,整个枪图都是用这种材料制作的。 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俄罗斯,具有特种部队换装了这种贵的步枪。 而FN2000采用的大量复合材料,百星光滑、流畅,同时具有高度的模块化特性,能够使用多种主流的榴弹扮射器和描具,并且还专门为榴弹扮射器设计了一个简单可行的火控系统。 因此,这两种步枪的价格,也自然水涨船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牛C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